哈喽,大家好,我是笑笑 这里是意大利,这里是佛罗伦萨 今天是意大利解封前的最后一天 为了让经济得到复苏 意大利部分企业于5月4日,也就是明天,开始复工 我们今天一起来感受着解封前的最后一天 路边卖红酒的商店已经开门了 这条街上的两家中超也一直坚守在这个地方 重庆印象也久违地开启了一条缝 看来也已经开始着手,重新开始营业了 路边的这家眼镜店和洗衣房也已经开启了大门 天气回暖,人们也开始穿上了短裤短袖 你们看,火车站附近的两处建筑工地也已经开始正常地开工了 明天就要进入第二阶段了 我还是有些担忧的 因为在他们眼中,自由比规则更重要 我们现在去超市门口看看 唉,看到这样戴口罩的方式我已经麻木了 行人已经比之前多很多了 超市门口排队的队伍也是越来越长 但好在大家都自觉地保持着安全距离 超市仍是实行着限流措施 顾客与顾客之间也是尽量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 很多意大利人也开始戴起的手套 超市里面的供货还是非常充足的 也没有拥挤的情况 各种肉类也是处在有货的状态 面粉依旧是限购 每人最多一公斤 每个家庭最多五公斤 意大利面今天是满满当当 非常的充足 这种苏东的披萨也是比之前多了很多 几乎已经满了 消毒酒精和其他的消毒产品也都已经有了补货 只不过还是限购的 卫生纸意大利还是很蒸汽的 从来没有断货过 最后再给你们看一眼这空旷的街道吧 之后就没有这种景象了 从官方报道的疫情数据上来看 目前意大利疫情形势确实持续向好发展着 5月4日基本被视作疫情的分水岭 从明年开始意大利将逐步开放 也正式进入到抗疫的第二阶段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